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谋讲经这事 自己在讲经中数次见佛菩萨 但其他人并无所见 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个不如法 不要被人欺骗了 自古以来 真正见到这个境界的不是没有 有 人家决定不肯说 这个是佛门的规矩 也是你自己到那个程度才会有感应 佛菩萨才会让你看一看 如果你还会到处说 佛菩萨绝对不信神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到处是招摇撞骗了 去骗人 那佛菩萨不是害了你 也害众生吗 所以只有对一个什么人呢 绝对不会说的 不会泄露的 佛菩萨会给他实现 像在中国历史上很多 这种事情很多 我们建宗出足会员大使 他一生见过三次 西方极乐世界 见过佛菩萨 从来没有跟人讲过 到往生的那一天 又见到了 他才宣布我要走了 佛来接应我了 他说这个境界我已经见过 过去见过三次 才拖出来 走的时候才说出来 别人问他 那你所见到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子 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经本是我们的证明 你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看那个 有一个早年我在香港讲经 那时候还在街心街 常怀法师 拿了一本书给我看 叫什么 《极乐世界游记》 是一位法师写的 他到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本东西 是极乐世界里的 还有女人 常怀法师就问我 他说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是真的是假的 我说你从这一句看 就是假的 就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如果他所写的描绘的 跟《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 那就可以相信 那不一样 但是从极乐世界回来 那是倒架此行 那就是沉愿再来了 哪有什么去了又回来的 那除非是做个梦 那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不可以相信 那如果有一点 这就是想我 那是想我 那是想我 那是想我